李小璐和贾懒亮之前一直算得上是娱乐圈中在大家眼里很幸福很恩爱的一对夫妻 两个人呢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甜心 贾懒亮之前是通过很久的追求才娶到李小璐的 所以对李小璐格外的珍惜 从她的一言一行中啊都可以看出她对妻子和女儿的疼爱 对于李小璐和她的婚姻小编觉得一直卑微的守护 默默的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 而在离婚之后呢贾懒亮的变化有目共睹 她甚至还剪了寸头人看着啊更精神些了 而在李小璐与贾懒亮的结婚纪念日这一天 李小璐发出美照并配文汇报于下今天也很想你哦 此举啊被解读为想和贾懒亮复合 然而落花友情流水无意啊 贾懒亮第二天发文回怼 能让我半个小时不动弹的也就剩理发了 目前李小璐的发文已经被删除 而贾懒亮仍然保留内容 一幅大丈夫光明磊落的姿态 贾懒亮和李小璐结婚后生下女儿甜心 在二人离婚的时候 女儿还是某某懂懂的年龄 而如今呢已经有了独立思想 成为了一个小大人 对于父母离异的原因 小甜心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得知一二 对于父母是否再次复合 她从未对外公开发表过意见 此次呢李小璐公开发文 疑似有复合的意思 而贾懒亮的回应也合乎常理 毕竟没有一个男人 愿意接受妻子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行为 就算嗜好承认了错误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有些事啊 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 不过大众向来都有劣根性 一开始对这段婚姻的惋惜 也变成了同情 最后甚至成了嘲讽 有媒体更是不嫌事大 问了贾懒亮一个问题 如果甜心叫你复婚 你会怎么做 这丝毫不亚于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吗 你说答应吧 自己心里内观过不了 如梗在喉 不答应吧 又会被网友说不爱女儿 没有给他一个健全的家庭环境 不为他着想 贾懒亮呢 用九个字回答 让大家非常觉得心酸 他说我永远是甜心的爸爸 可以看出无论将来发生什么 他都是女儿的后盾 永远爱着他 也算是侧面回应了 不会复合的念头 他不希望无辜的孩子 被参景其中 希望甜心还能像之前那样 无忧无虑的笑得开心 李小璐虽然因为此事 也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也受到了网友的指责 但他的社交媒体呢 也依然偶尔更新 但更多的呀 都是和女儿甜心有关 可以看出 她和女儿在一起的状态 还是非常开心的 网友们从她的视频里 也可以看到甜心的成长 那个之前在节目当中 喊着我不黑的小女孩 慢慢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姑娘 虽然贾懒亮和李小璐分开了 但是可以看出 他们两人并没有 因为自己的感情问题 使孩子受到太多的影响 甜心还是在一个 十分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之前还有网友拍到过 两人一起带着甜心 到海边玩耍 由此看来 两个人还都是 比较合格的父母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 带来的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 欢迎大家订阅